参数台风来势汹汹 首当其冲的就是东半部地区了 宜兰在傍晚的时候 还出现了满天局红的现象 原因的确跟台风有关系 宜兰卢冬夜市晚间雨势 也越来越大楼 游客明显的减少了 店家大探 好不容易盼到疫情趋缓 可以内用 台风却来搅局 游客人潮少了八成 而台湾县索华改和平道重的路段 星期天也全面封闭 整片天空又橘又红 却在台风逼近时 宜兰的上空傍晚 出现着罕见的景象 还有人觉得妖怪要出现了吗 对此宜兰气象站解释 这是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云层很厚 加上太阳刚好下山 才会出现的自然现象 也代表要下大雨的几率很高 民众穿伞逛着罗东夜市 但受到参数台风影响 宜兰下了整天的雨 人潮也少了很多 开放那用之后 我们就生意有稍微恢复一下 可是又越受到台风影响 又今天又少了七八成的客人 受到参数台风的影响 现在宜兰市区的状况 都是持续在降雨 感受非常危险 刚下班 因为我刚刚要买完 怕晚上风雨太大 没买出门 今天赶快买一买回家 宜兰地区雨势越晚越大 店家也早早打烊 就怕发生危险 苏澳警分局也在下午 陆续撤离南澳乡等 部落的村民总共四十亿人 另外台九县苏阿改和平 至崇德路段 从十二号起也全面封闭 车辆不得通行 参数夹带大量雨室 除了宜兰花蓮也是首当其冲 如果晚上如果有不止饿的话 我们那边有准备泡面 花蓮吉安乡公所人员 一一未问 这里是花蓮慈慧堂 花蓮晚间风雨变强 乡公所预防性撤离 吉安乡内的居民 将村民紧急安置 在检疫的房间 现场徐政委也到场视察 警定每个环节 包括宜兰花蓮台东 都已经宣布十二号停止 上班上课 因为周末是参数台风 最具威胁的时间点 小心谨慎 严防任何严重灾情 花蓮新闻综合报道